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传道书第七章 我想把那个焦点放在第一到第十四节 这个段落基本上是用真言的一种的表达方式 一种的对比 很多的对比 在比较当中把一些的真理给表达 那要了解这一段的经文 我建议我们先读第十四节 从第十四节或者是这个段落的结尾 回头再看看前面所表达的 那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快速的去掌握 这一段经文在一种辩证 在一种对比的方法当中呈现的真理 到底想指向哪一块 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说 顺利的时候要喜乐 患难的时候应当思考 上帝使这两者都发生 因此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里提到人生的两种的处境 一种就是顺利的时候 那传道者讲说 顺利的时候我们应当心里面喜乐 然而人生不是常常顺利 反而一些经验有经验的长辈告诉我们说 人生的事情不如意的十之八九 更长的时候可能是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或是碰到患难 而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 患难的时候应当要思考 在前面一个比较长的篇幅里头 我们常常读到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 提到说人的一种的福气 上帝所赐人的一种福气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靠劳苦劳力而赚取 而能够享受这一个的人生 那这就是上帝所给的一种的福气 但是这段经文来到这边的时候提醒我们说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劳力当中 劳苦当中就有收获 那有些时候我们是在劳苦当中却没有收获 那就是一种患难的日子 那是一种不平稳的日子 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传道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说 要思考 要静下来 要找到人生的那种的智慧 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一个的小节 第十四节这里的这个小节呢 回头再看看前面的经文 我们就觉得那幅图画就会很完整 这幅图画其实在告诉我们 人生虽然在前面提到说 能够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昨天我的太太告诉我说 读传道书有一种感觉就是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能够享受这一个的 今天所赚取的美酒跟享乐 那传道书说是这样 那就是福气 但是他也提醒我们生命不是每次都有这一个的收获 那如果面对到我们的努力跟我们的成果 是不成对比的时候 那么经文提醒我们 还是要去拥抱人生的智慧 要去用一种智慧的眼光 来去看待上帝允许发生在周围的事情 因此这段经文提到的一些的对比 都是好像看 或者说这些的对比 都把苦难 都把患难的位置给抬得比较高 比如说前面的经文提到说 第一节 名誉 人的名声 名誉 比高游更美好 它的一个对比是 因此人死去的日子 比他生出来的日子更好 名誉是能够长久的 死亡 从这个角度来讲说 死亡 能够留下的一种的回忆 就比人活着的时候 所留下的那一个来得更长远 人可能活了80年 70年 80年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生活有成就 我们的生活能够影响人 的那一个的影响力 在死亡过后 可能不是停留80年 70年 可能是停留更长远的 一段的日子 我们看到 经文在用这样子的一种 的手法来去呈现 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 死亡是很悲惨的 死亡是很糟糕的事情 但是传道者去告诉我们说 不一定 当我们面对生命的 不如意的时候 比如死亡 我们可以看到 用一个智慧的眼光来去看 原来死亡可以达到 比活着更长远的一种的方向 或许我们能够想到 主耶稣讲的话 对吗 那个麦子 那个种子 若不死了 就不能够接触许多的子力来 那我想跟这样子的经文是有一些的对应的一些的机会 第二节 因为这个地方是真正思考人生的这个地方 再来我们再看看第三节 他这边讲到说 忧愁比喜笑更好 因为年代忧愁愁的有一天 终必死心喜乐 你在喜乐当中 你可能会掉进悲伤 当然如果你已经在悲伤里头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叫悲伤更悲伤的时候 他只会转去喜乐 因此我想传道者 我们看读到这边的时候 你发现到 他带着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来鼓励我们 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按着一般的标准来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那种的成果 我们付出十分的努力 得不到十分的成果 我们付出十分的努力 只得到一成的回报 那作者提醒我们说 传道者提醒我们说 去思想这样子的患难日子 如果我们十分努力 有十分回报 或者二十分回报 那我们要喜乐 我们可以享受 因为这是神所赐的福气 如果十分的努力 只获得一分的回报 或者达不到回报 作者在这边 传道者提醒我们说 就要思考 要去看到生命的那一个的意义跟价值 我想我就不用一节节这样子去往下看 大家可以按照这一个的方向来去思考 我想这对我们其实是很有鼓励 很有激励的 我们总会面对顺利跟不顺利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在这些日子当中 靠着上帝所给的智慧来生活呢 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想我们就要真正的依靠神 活出喜乐 活出盼望 在顺利的时候不骄傲 在悲伤的时候低谷的时候不灰心 思考生命 寻得智慧 那我们的生活充满上帝的带领 充满人生的那个意义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传道者在这一段的经文 所提出的这一些的表达 是多么的来去能够帮助我们 主啊 是的 谢谢你赐下平稳的日子 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喜乐 我们也谢谢你 如果生命面对不如意 面对困境 面对患难 帮助我们去思考 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